这大概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 最后一个晚上 天丽 先生 来 我告诉你 你的使命 是 先生 你会出现在公安局 出现在雷启明的面前 就在明前一早 我应该怎么做 你把这封信交给他们 接到这封信 他们一定会手忙脚乱 先生放心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我还有件事情不放心 先生 我就是死 也不会说的 只有死人才不会说 先生 我田丽生是你的部下 死 还是你的部下 在这次行动中 你们所有人的表现 都令我感到欣慰 你们是我的孩子 没有枉费我多年来 对你们的栽培 上帝 会记住你们的荣耀 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做到吗 因为你们懂得忘记 忘记过去 忘记恐惧 忘记死亡 忘记 忘记 使你们 获得了永生 而我们的对手 不懂得忘记 这让我想起了那位 雷启明处长 现在 他一定正沉浸在 痛苦的回忆之中 睡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田丽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话 还记得吗 记得 我会按照先生的吩咐去做的 出发吧 是 先生 我的任务是什么 东京 今天是十月二十五号 是共军入朝作战一周年纪念日 他们要在军营里 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纪念和阅兵活动 到时候 会有很多高级将领参加 你的任务 就是 带着炸弹 进入县城 引爆那颗探局炸弹 来 几十月的对象 放下 理想最难报 启明 你告诉我 你打算怎么救女儿 如果能让女儿回来 我宁愿付出我的生命 对不起 不过请你相信我 我会救女儿回来的 我没有 没有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我没怪你 我就是希望 这些不幸的事赶快过去 咱们一家三口 能平安地生活 你能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小天 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走 快走 我要见你们雷启明处长 我找有一封信要给他 走 走 血狐狸在哪儿 他说了他会来看你们的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会让他 tale 词 不要上厕所 走吧 尊敬的雷齐明处长 你的女儿现在很好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现在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必须为我保障一条 通往黄山别墅的道路 我会带着你的女儿 出现在那里 把她还给你 多保重 她要去黄山别墅 首长们住在那儿 局长 这是非常明显的 血狐狸 是在扰乱我们的视线 她的目标 不会在那儿 黄山别墅区 是首长们办公的地方 保卫措施非常严密 血狐狸如果要去的话 就等于自投落网 现在 我倒是希望她真去那儿 这样就有机会救小田了 局长 我知道 我也想救助小田 血狐狸绑架了我的女儿 是想扰乱我的心思 已达到 干扰我们整个行动的目的 局长你放心 我是军人 黄山别墅 我们一定要派人去 但那儿肯定 不是血狐狸的目标 启明 无论她在什么地方行动 我们都必须阻止她 局长 要阻止血狐狸的行动 必须把她堵在老巢 现在 剩给我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我有一个办法 看来你的伤 已经好了 王瞳 谢谢 不客气 你别再给我机会 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杀了你 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是吗 雷处长 你身上的毒 恐怕治不好了吧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会死的 因为 上天是仁慈的 我会 亲眼看着你们 如何死在自己的阴谋之中 靠恢求上天活下来 你不是一个战士 你们也不是战士 而是一群四处躲藏的老鼠 我告诉你 我对你们的计划 了如指掌 血狐狸 已经无处躲藏 她的末日 就在今天 梦境 你上过战场吗 在战场上 当成百上千的敌人向你冲过来的时候 你确实会感到恐惧 不过 在你跃出战壕的一瞬间 你会忘掉你的恐惧 这个时候 你会变得热血沸腾 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消灭敌人 你现在就是一名跃出战壕的战士 一会儿的阅兵室上 有成千上万的敌人 列着方阵 迈着整齐的步伐 伴着雄壮的乐曲 向你走来 一声巨响之后 那些坦驱包子 就会弥漫在空气中 四处飘散 你的灵魂 会升入天堂 敌人 会纷纷倒在你的脚下 那是一场 伟大的葬礼 去吧 去完成这场伟大的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 那就是都是 这事 这事 竟然是 这个 充分 为民众自主 这事 要 Ox 是 是 救火啊 救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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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快点水 快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拿水 快点水 快来人哪 水快点 水来了来了 救火呀 快救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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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 你知道刚才那个人 干什么去了吗 他去死了 你看 他一点都不害怕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知道 人都是会死的 人都是会死的 山那边 是一个军营 那里有许多 像你爸爸一样的战士 他们会一起死去 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不会得逞的 你爸爸现在正在去黄山别墅的路上 他要救你 不过 我们也该走了 他 我们要去哪儿 我们去一个人多的地方 重庆是一座热闹的城市 我要 我要 带你去逛商场 给你买漂亮的衣服 我会把你 打扮得非常漂亮 然后 带你去吃饭 还有 去公园 去你所有想去的地方 可是我想回家 可是我想回家 好啊 如果你听我的话 我就要带你去见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骗你 好 局长 玉梅 启明呢 启明她不在啊 怎么了 玉梅 有什么事吗 玉梅 你等等 玉梅 是不是启明的身体 出了什么问题 玉梅 你一定要告诉我 局长 启明中了 和刘刚一样的毒 他一直都在注射 我给他配置的解毒剂 如果不能及时注射的话 他会非常痛苦的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他一直都在努力坚持 哎呀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他让我瞒着你 不让我跟你说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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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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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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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把枪给我放下 还是你把枪放下吧 薛狐狸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小婷 你终于见到你的爸爸了 可是他救不了你 告诉他 让他把枪放下 爸爸 雷启兵 把枪放下吧 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开枪呢 前小义 你就是个禽兽 放开我女儿 把枪放下 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啊 看样子 你打算用你女儿的生命 去换取你的荣誉吧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俩是同一类人了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小天 看着你爸爸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你猜 要是我们俩同时开枪 谁会死 当然是你和我 当然是你和我 他打算 用你的生命 去换取他的勋章 其实是为了他自己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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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浑身颤抖 视线模糊 呼吸困难 你无可救药了 站起来 站起来 举起你的枪 举起你的枪 举起你的枪啊 爸爸 你一直要抓到我 一直和我作对 妨碍我所有的行动 爸爸 杀死了我所有的孩子 我要为他们报仇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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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快醒醒啊 我和妈妈不能没有你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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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女儿 你还记得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吗 是一点钟放下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你的女儿将会变成一件武器 但是你看不到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小田 跟你爸爸说再见吧 你 不可思认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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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动 站起 把手举起来 不许动 启明 爸爸 爸爸 启明 爸爸 爸爸 他们是谁呀 他们是我们的亲人 优优独播放 奶奶 明天是我的演奏会 您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吧 好 娘 我们回家吧 娘 我们走吧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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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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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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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